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着这个 申请街超静的 外面的香小谷 黄河都 里面有名叫瓦刀商场 有间铺铛的时候 注册成交了 在商场里面有56个铺铛 注册成交了430万 原本业主在88年时用95.5万买进来 持货3年 升值了3.5倍 永远有利有机 就是每个人觉得绝望的时候 反而砍价扔下来 是一个入市的良机 永远保持积极的心态 继续带来看铺铛 看里面有间瓦刀商场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款式 这就是瓦刀商场 有几绵的入口 这边也好 向着香少会路也好 向着新清街也好 这就不同了 这是瓦刀商场 这个瓦刀商场 先看看这间铺铛 一路再跟你说 看着 这间56个铺铛 连招牌都看不到 装衣服 装褲子 总之是这间MyE的铺铛 门阔17尺 深大概18尺 细续面积310尺 这个建筑面积441尺 就56号部 注册成交了430万 看看这边 这边有发浪 入口位 那边有新清街很静的位置 一进来的时候 对面有百科 但这些叫做比较民生消费的商场 看到这间铺铛就OK的 原本业积88年的时候 就用95.5万码来 注册成交都真的 持货35年就升值了350% 租金分析去看 差点未顾客厨 现在平均租值是2.8厘 租大概1万元 搞定这间铺铛 租到的 这间铺铛的租金分析 很便宜 很多东西买 这间铺铛的地下分拆成为 63间铺铛 这个商场就是屋院的私人楼下的时候 就是在河半街 鄰近屯门河 对面气院 港铁站 屯门站 89年就入伙 是华牧发展的 这间铺铛之前就叫做 屯门新墟的市集 19年的时候 曾经上面一层5万呎 就成为了高高摩 一个特色的美食广场 你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间铺铛的铺铛是这个 是400 30万 最后再看看高高摩 出来的这个乡市区路 马上就很旺 看一看楼上的时候 就说楼上住宅大厦 这个基本上是商场的基座 发展商之前就说的是华某 出回到对面的时候 就说的是VCity 就是屯门的港跌站 上回到上面 就说的是高高摩 反正在这里 进来看卖 这里说的是5万呎的地方 高高摩 我也有些租客 租过这里 但是上过来 2019年的时候就开了 之后 现在人流又下来 所以变了 之前就很旺下 现在走回来 又比较急过 但是有些大品牌 什么淡姐三哥 也好 有些什么大家乐 也好 但是有些小店 这边有些小店 这边有些小店 这些就会比较难搞 有很多拉闸 但是下去了 是可以的 怎样都好 比之前还没装修船 所以有很多美食广场的时候 有些人流就进来 好 回来这间店 注册成交作430万 可以了 一般 感觉一个五分位 为什么呢 始终商场长远的前景 我不太稳定 还有冷气费 管理费 电费 比较强 多些 但是没有什么 这个位置够阔的 有人留在 我觉得一个五点五分位 给他多半分 好 我的业主义 各位买家 记得 香港买一部 找我成为商务机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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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铺都可以找我 直接出口 买了这间店 多谢 成会买铺保证 快 专业保问 业主经纪 有铺放售 记得联络成会 好 看来这间店 注册430万 这些三库的店铺 图积图 图积图 在商场的中心位置 都近入口位 这间店铺 连招牌都遮住了 买这些三库 消费力较弱点 不过就430万 门面有十七尺 深十八尺 所以就 富人卖景 看这个场景可以的 很多乱乱雜事 很多人都喜欢进来买东西 那就是民生 又没有什么铺 民生需求 至于屯门的时候 你一向街 租金又会贵很多 好了 各位买铺